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一道非常适合夏天吃的菜 苦瓜酿肉 现在先把苦瓜的头尾切掉 然后切大概2厘米左右的厚度的苦瓜 现在把苦瓜里面的纸去掉 现在切肉线 现在把肉剁碎 切点姜 也把它剁成末 葱子放进来 现在把切好的香菇 倒进肉馅里面来 放点盐到馅料里面来 放点生抽 放点生粉 最后放一个鸡蛋 现在把刚刚剁好的肉馅 撒入这个苦瓜里面来 放入鸡蛋 盐巴 放入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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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个月 2个月 1个月 3个月 半分钟 5个月 4个月 1个月 2个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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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个月 4个月 2个月 现在煎的差不多了 先把它摇起来 用盘子装起 煎好胡瓜的油就放到这里 把大蒜放进来 用辣椒 把刚刚炸好的胡瓜倒回去 然后放水就来煮 盖上锅盖 熟了熟了好香 熟了熟了 撒上一点葱花 可以了 非常适合夏天吃的一道菜 清凉又下火 苦瓜酿肉 之前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继续关注农人家 拜拜